只见杠铃重重的杂象女选手的搏梗处 虽然她届时让杠铃滑了下去 可刚才的杂象确实给她带了重击 她用手捂着搏梗处 也是我们意识到了举重失误危险性 而被杂的女选手真是我国的运动员向燕梅 那么受到重创的她还能继续比赛吗 咱们回到赛事中一探究竟 这是2016年里 与奥运会女子举重69公斤的决赛现场 代表我国出战的运动员 是来自湖南宝镜的向燕梅 在这个公斤级别上 她占有一定的优势 能够实质威胁她的只有哈萨克斯坦选手沙帕库 不知为何小编在看见这位选手的第一眼时 竟把荡成了男胜 不知在看着各位有运动员 随着选手的逐个登场 抓局比赛也正式进入阵 上场的这位是埃及选手阿米勒 选择了107公斤的重拨 很好稳稳地举起 她的教练激动 紧接着是扎帕库尔登场 选择了111公斤的重拨 她在市井赛制的项目上达到了亚决 来看看她的游戏 消化了 消化了 很轻松看来实力非常在线 最后压轴的事情面对 不找了 113公斤开吧 小编觉得咒语一喊绝对能力 漂亮 简单干练的就完成了 来看看第二把 扎帕库尔选择了115公斤 第二把要到了115公斤 夏艺梅的第二把要到了116公斤 我都压着你 哎 真是显著求胜 虽然晃动了下单好 但还是成功了 她本人也是惊醒的轻文在哪里 这场比赛的教练情绪显然都十分火热 比自己选手还有击蹦 来看看香燕梅 选择了116公斤 还是一样的简单看 特别潇洒 相对于其他选手的教练 咱中国的教练也是显得尤为的震惊 第三把扎帕库尔选择了117公斤 如果能成功就能突破自己的抓紧 门口成功咱们拭目以待 可能是太着急了 没有成功 相燕梅要到了118公斤 其实她的上一把重量 也已经是场上的最高成绩 看来她还想再几声天花 谁曾想出现了失误 上局时高度不够哑铃滑手 砸向了左梗柱 向燕梅捂着后脑勺着急地下台 休息片刻的她 还能继续上场的赛 正常情况下 不小心碰到后脑勺时 身体会出现掩护冒精心的情况 更不用说向燕梅 被200多斤的海底打一下的情况 但是她仍然坚持下面的平足 真的是很佩服她的意志 埃及选手阿米德先上场 她第一把选择了135公斤的重量 上局向燕梅的失误 还是让她感到的紧张 一直深呼吸在调整状态 取得不是很轻松身体晃动的几下才定住 来看看排名第二的扎帕库尔 选择了140公斤 比赛比较这个时候啊 奖牌的这么多正式开始了 对 看吧 看不太转 哎呀 很可惜 已经举起来却没搞事情 比赛规则是必须坚持三分 来看看向燕梅 这是教练向裁判组通过下调低矩注金数 原定的是142公斤 她受伤的向燕梅有压力 但是裁判组复回了请求 向燕梅依就要挑战这个重量 这让场上的中国观众和教练 真是把星提到了嗓电了 向燕梅会挑战成功吗 他成功了可以看出局的还是挺吃力的 这场比赛的夺冠之路注定不平凡 下面是第二把 阿米德选择了140公斤 感觉这个重量对他来说很有压力 来看看他的表现 不错还是摇摆两下会 不过教练的反应着实有点让小人吃惊 不知屏幕前的你不看 下面是扎帕库尔 继续挑战刚才失败的140公斤 这局他能补重吗 状态和节奏会不会做轻松的完成了 阿米德再次登场 第三把要到了143公斤 兴许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他的整场状态都处于高度紧张中 成功的话能锁定一枚状态 放着宋高进肩到支撑点上 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个人秀 教练也是高兴的手舞做到 由于扎帕库尔失误了一把 最后的这局他要到了144公斤 他现在就能决定奖牌的颜色分布 用总成绩259公斤锁定了没减排 至于是金字的还是一字 要看向燕梅的两把成绩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像燕梅能翻盘逆转吗 他第二把选择了145公斤 只要成功 金牌就能收入囊中 看你的了 收住 收住 收起来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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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漂亮 向燕梅 中文起步 纽约第四局 啊 冠军到这一样 很难想象在受伤的情况下 向燕梅底部伤痛 硬生生地夺得了这枚金牌 他也没有放弃第三把机会 选择挑战147公斤 放弃他要继续取一下 147公斤 放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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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脆他 哎呀 谢谢 没有了 其实这把没有太大的必要 在上局时腰痛袭来 他不得不结束比赛 虽然没有必要挑战第三把 但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只在选手的异心要死 回顾下向燕梅今天的夺冠之路 真的非常艰辛 他的胜利靠的不光是实力 还有顽强的意志力 真的值得敬佩 中国的选手 是世界上最坚强的运动员 同意的情绪在